有专机接送跑通告,成为高收入一人的GOT7成员是。 去年,韩国金融监督院的资料显,2017年第二季的营业收入由Zip娱乐成罢,以以69亿韩元的营业收入超越SM娱乐和Yuk娱乐,光是纯利就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35.9%,成绩十分惊人。 能让Zip问鼎的旗下歌手,正是他们家的两组男女团体GOT7和TWISE,除了在韩国受欢迎,他们的海外人气更不在话下,是当红炸子鸡无物。 除了专辑、姻缘和巡演,GOT7部分成员们在海外有个人活动,而其中两位成员Jackson王嘉尔和DamnBang分别在中国和泰国活动,这也让他们登上Zip娱乐高收入一人名单呢。 Bang Bang Bang在泰国人气非常高,与师兄RPM Nicklin一样十分受欢迎,个人代言也超多的哦。 除了前阵子和GOT7成员们一起代言的汽水,他也代言了手机、食物,日前更成为泰国顶级请具用品的代言人呢。 据悉,Bang Bang Bang所代言的请具用品Raspia,价格介于15万至35万泰铢,不是一般人能付得起的品牌呢?Bang Bang Bang果然是当地的人气艺人啊。 至于Jackson王嘉尔,他在中国有自己的工作团队,除了参与不少综艺节目,也接了许多代言工作哦。 目前当任热血街舞团热血召集人和偶像练习生导师的他,受到许多人的关注,而之前推出的单曲Paklon和OK也一样受到好评。 要提Jackson的代言啊,还真是数不清呢。 小编就列下最近Willy嘎嘎代言的品牌,几乎都是大的品牌呢。 近日,Jackson与美国饶舌歌手Duck She Man在夏威夷会面,两人就在停机坪上合照了。 由于Jackson和Duck She Man造型颇相似,粉丝们推测他们俩会有合作呢。 不过,一名网友在IG上公开Duck She Man的MV拍摄现场,发现停机坪上是一台私人飞机,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,飞机旁竟印有Jackson工作室的名字Tim Wayne。 哇塞,难道Jackson一直都乘坐私人飞机往返中国和韩国吗? 一些网友认为只是为了Guck She Man的MV而贴上的字眼,但粉丝们表示Jackson早在去年就有拍过机内和机外的照片了呢。 感觉上是同一台私人飞机吧? 粉丝们还说,难怪Jackson在中国甚少有机场照,因为他承搭的是私人飞机,所以无法掌握班机消息啊。 正当大家在称赞Jackson是名正言顺的高富帅,网友们认为私人飞机可能是顶期租借的,而不是真正购物的啦。 一些粉丝透露,Jackson还是会乘搭一般的飞机,若有特殊情况的话,工作室就会安排私人飞机给他。 无论如何,Jackson和DemDem在Tip娱乐是金鸡蛋之一,也希望公司能好好照顾旗下的艺人们啦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